Fremont第一选区的华裔市议员黄洁宜第三次竞选连任 市议员两届的任期黄洁宜为什么可以连选三届 万诺全报道 冯丽蒙第一选区市议员黄洁宜六年前以社区黑马之姿 首次出来竞选公子时就顺利当选 今年将是他第三度竞选连任 对那今年这次是我的将会是我的第三次的任期 因为我的第一任2018年那时候因为Fremont有两个新的席次 所以我的那个席次是两年的 所以我们的Fremont是可以做两次四年的连任两次 所以我这次就是如果这次又荣幸能够为大家再继续服务的话 就是会有再四年的服务 黄洁宜在Fremont有一间餐馆 在经营餐馆过程中能感受到中小企业主的生存不易 尤其在疫情期间 他也帮助室内的小商业提供应应措施 此外在他的选区北福利盟也碰到棘手的无家可归 在公园露宿的问题包括大型RV以及扎营 有一些也是居民也受到一些困扰 那所以呢在未来四年一方面我们要有更多的Affordable Housing 可以安顿或者说帮助他们就业 或者他们有一些也许是退休的军人 或者是需要一些帮忙帮助他们就业 或是帮助他们找Permanent Housing的 我们都需要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应用的措施来帮助 除了市政餐厅的工作 他还在盛和西州立大学攻度博士 非常关心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那我们那因为我本人我是在跟Fremont的学区 我们有一个Liaison Committee 就是一起来有一些为学生 不管是在就是心理就是心理辅导方面 我们有New Program跟County一起服务 那一起的他们来的Funding 来为我们的学生每个学校里面 现在都可以有心理辅导的免费的心理辅导 那我觉得这些不同的这些Program 都让我们的市民非常的受惠 黄景毅另外两位对手都是印度裔 他呼吁选民投他一票 为建设更好的社区服务 26台记者万若全采访报道